大家好,欢迎来到小G视讯的频道,在影片开始前,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,不要忘了订阅频道,开启小铃铛,当不会错过新影片哦。 郭可寅这位现年52岁的优雅女性曾是香港,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的四大花蛋之一。 她在事业鼎盛时选择了与林文龙结为连丽,两人婚后育有一个可爱的女儿,名叫林天若Tania,如今他们已经走过了19个美满的婚姻年头,一家三口住在一座价值千万的豪宅中,享受着180度无敌海景。 郭可寅本身出生在一个富足的家庭,据传说她的父亲是以塑料工厂起家的企业家,父亲在离世前留下了超过一亿的家产给予四名子女。 然而郭可寅选择淡出了目前的娱乐圈,专心做一个娴熟的太太以及照顾女儿。 Tania如今已经长成了一个容貌清秀高挑的少女,继承了父母的美貌基因几乎与爸爸妈妈一样高。 郭可寅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一家三口的温馨照片,最近郭可寅一家人前往韩国旅行,她兴高采烈的在社交平台,上帅出了这次旅行的照片。 照片中Tania身材高挑,美腿纤细与郭可寅、林文龙一起牵手逛街,一家人的感情非常融洽。 郭可寅在发文中充满感性的写道,牵着你的手帮你开心快乐成长路最美的东西,就是爱关怀的笑容,就是甜爱是永恒。 然而引人注目的不仅是她和女儿的幸福画面,还有她手持的粉红色Harmis凯莉包包,非常抢眼充满了贵妇的气质。 据网络资料显示,这款包包在2020年的成交价约为21.5万港币,非常珍贵。 郭可寅从荧幕走进家庭,她展现了一个女性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平衡的典范。 她的幸福生活和美满家庭成为了众多人的憧憬,同时也为我们传达了爱与关怀的真正含义。 无论是在荧幕上还是生活中,她都是一个值得敬佩的女性典范。 好了,今天小G为大家分享的精彩视讯暂告一个段落。 如果大家对小G的视频有什么看法,或者想看到其他自己喜欢的影片类型,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。 小G会尽量为大家安排,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。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。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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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